旅游景点的游客逐渐增多 商铺网点正常开门营业 新人们也如期在周末办起了喜事 经历过七五事件的乌鲁木齐 正逐步恢复往日的生活节奏 我身后是新疆的著名的旅游景区 打板车分离发电区 今天上午来自香港的一群游客在这里观光 知道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后 你们仍然有信心到这来 对 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没有没有 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可以觉得很好的 到了以后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安静没有什么不安嘛 其实我来新疆好几趟了 其实我对新疆才有点感情的 我们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希望每个民族都能够这样团结 我回去了会把这次的所看的所见的 不但是风光人情而地方的安定情形 告诉我们的会员 让他们多一点人来新疆旅游 12号在神圣的婚礼进行曲和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乌鲁木齐几家大酒店里有十多对新人相挽着走进婚姻的殿堂 反正走的这些路线都是平时比较繁华的路线 然后这两天呢街上的情况也比较稳定了 新人也就慢慢都已经出来开始散步呀逛街呀 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就是一个小的一家人 那么还有台下的我们千千万万个一家人 我觉得呢我们所有的一家人 凝聚起来就是我们新疆民族团结的大大的一家人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中不少商铺损失惨重 一周过去了 当记者再次来到新华南路和团结路等路段时 看到不少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 一些损失较为严重的商铺店主表示 清理工作结束后将立即重新装修门面恢复经营 截止到7月11号 乌鲁木齐市590家银行网点中 已有93%以上正常营业 一批受到影响的主要市政工地也陆续开工 在胜利路匝道工程现场 大型设备机械已经入场 工人们正在施工作业